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支球队的压力都压到了詹姆斯的身上 但他毕竟也36岁了 整个效能都已经开始下降 在比赛途中 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几次詹姆斯都不进攻也不投篮 直接传球给队友 这场比赛对于胡人来说可以说是耻辱了 但体育竞技就是这样 充满着神秘感 你没有办法提前预料到比赛的结果 就算是再强的球队也有可能会出现暴冷的状况 现在胡人大比分二比三落后太阳 如果太阳将胡人击败 他们将会一战成名 如果输了 胡人就黑气成功 但从整个系列赛的过程中来看 胡人想要拿到冠军还是比较难 戴维斯的伤病对于球队来说是最大的隐患 如果他没有办法上场 那么球队的内线高度以及进攻防守都会大幅度的下滑 胡人其他球员的关键能力不足 所以会使得压力全部堆积在詹姆斯一人身上 可他毕竟只有一人 不可能每场比赛都砍50加 在这场比赛输球之后 库兹马赛后接受的采访说道 我们必须像爷们一样 必须振作起来 我感觉一旦我们受到重击时 我们只是接受了他 却没有做出回应 正如他所说的 他们并没有在太阳手感火热的时候 给予压迫感给他们 而且这场比赛 施罗德的整体手感并不好 就算詹姆斯能力在出众 也带不动全员效率低下的比赛 少了农梅哥 詹姆斯确实有心无力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比赛之中 看到他在对手快攻时都不想回防了 对于胡人来说 这六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 如果不能够拿下 那么他们就是季后赛一轮游乐 而根据最新消息 农梅哥可能这六会强行付出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